大風強勁 盆栽都被吹倒 西安日前突然刮起八級 強風有民眾募集 兩名高空洗玻璃的工作人員 被強風吹離大樓後 撞擊大樓東側 撞擊力道之大 玻璃都破碎了 通常大樓洗窗 都是坐在洗窗吊台上 在上海舊城發生過 強風把洗窗吊台 吹得網路蕩球前一般 因此大陸的洗窗工人 多靠著一根繩子和一塊木板 綁在身上而已 遇到大風 經常人就會被吹得在空中搖擺 看起來極其驚險 他們會像蜘蛛人一樣 發射蜘蛛絲 利用吸盤固定 並為自己製造著力點 但無論如何 高空外樓洗玻璃 是個極其危險的工作 記者綜合報導